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是呀,又懷疑 啊,Youtube那裡除了UP回齊的星優系列之外 還有UP山那些漫畫系列 早前有一個叫什麼比喀漫畫家系列 哦,是呀,是呀,我們很多系列之後都沒了聲氣了 Anyway,有什麼興趣的Facebook留言給我們聽 我們通常都是不記得的 我們大體上,繼續說一些 模式模式的就原來兩季了 又好像沒怎麼說過 不是模式模式,是我們沒怎麼提的 我這樣說的,我們接下來要說這一套 二季真的挺平平無奇的,真的沒什麼人提起 不是,有人提過的,就是殺逼空那一集人提,然後就沒了 好了,我們接下來要說的就是 就是完了兩季的動畫 就是這個Gate奇幻自衛隊 他就沒有完全做完整套,因為都還沒完 其實他完的位置也是很卡拉的 這套東西呢,他兩季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故事呢,你會看得是很爽的 第一個故事,因為他把故事集中在伊丹身邊發生的事件 但是呢,二季突然之間就擴大了三至四條線出來 令到呢,一季其實是不知道他究竟可以說到什麼 他有很多事情,你就會覺得是 只是平鋪直序地說了個故事出來就算了 不是,我覺得兩季差不多 不是,兩季對人來說都很悶的 看完故事後,我再看前定位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然後第二季比第一季更悶 我又不太覺得第二季更悶的第一季 與其說他悶的,我覺得是 其實這套東西大概都是這樣的 純粹說第二季的時間對於雜數的比例 有點奇怪,這就是真的 例如他打炎龍那裡,為什麼秒殺了那個位置 或者這樣說就是這套作品本身 他不是想看一些很激烈的戰鬥 那些東西,大家都知道就是 因為本身他整個設定裡面 他現在說的設定裡面 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現代武器對中古時代的冷兵器 大家都知道是不能打的 還有魔法的 甚至有魔法這件事 但是他們的個案來說就是 你又不見到有什麼魔法士 你只看到就是一大群的士兵 衝啊,然後那邊就 嘩,你一大群人啊,我死啊 遲走炮,逼擊炮 那就第一集那個 之後其實你戰鬥的部分 無論是戰爭或者是小隊戰 你猜不到他能不能贏的 就是屠倫那一部分 因為龍的戰鬥力很高 高到不行 沒有,有波仔 只會找到他幫忙 然後整個飛就飛過來 都會打不贏 但有時候有些位置很搞笑 譬如說他找那些自衛隊的飛機 去做那些火力政策 然後說,這隻狗很過分啊 這條龍會噴火的 戰鬥那個位置其實就 好老實說就是 不是這套東西的質重點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 尤其是 這單那邊叫做前線 他們面對的問題 還有一個所謂叫做 國際間 即是說在日本 和帝國之間 和帝國之間 日本和其他 美國啊 中國啊 俄羅斯啊 那一堆人 即是現實世界的國家 很老實說就是 根本上的戰力差 是 帝國和地球的戰力差 是根本上過大 和日本那邊 即是 如果日本是一個無限制 即是 即是 核彈過去 整件事都失敗了 整件事都失敗了 不 其實呢 大家如果一個 80後的聽眾 或者早期90後的聽眾 可能會聽過遊戲的 是 AOE呢 就個個都玩過了 嗯 但是呢 有沒有玩過Empire Earth呢 Empire Earth都是 2000年頭的 有趣的地方 他都是即時戰略 但是他為什麼叫Empire Earth呢 他是由 Stone Age 石器時代 拿著木棒 打到現代 打到上太空的 大家所有要升時代的遊戲 你都想到 如果你升時代 是比你的對手升得快 你就會出現 你用核彈和飛機去軍炸 還在拿著木棒 連戰都沒有投射的原始人 完全就是那種感覺 這套東西 裡面的政治戲碼 其實是他裡面的重點 不過 話雖說就是 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那個政治戲碼是什麼呢 是劇情需要 不是搞笑片來的嗎 他有做政治戲碼 但是很容易留在日本以前的 我說兩句就搞定了這件事 所以他是劇情需要 他是劇情需要 落一個枷鎖 無論給主角群也好 或者給日本的智慧隊也好 沒有的 好像尤馬你所說 其實是沒有理由的 他解決這件事也是沒有理由的 你不要管 總之他能解決到 如果你說他那些 其實比較有的 只有第一季的部分 就是旅館那件事件 他牽涉到真的現實政治 不同的現實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 俄羅斯 在日本爭奪 異世界來的這些住民 那場戰鬥之下 日本的首相選擇 就是我落台 解決這件事了 這個就偏向似 如果不是其他那些地方 基本上就是純粹一個講故事 或者這樣說 一季其實偏向 因為本身在伊丹的視點裏 伊丹本身那個人 本身又是 總之遊遊行行 他的終止就是避得就避 全靠 異世界找獸而良 貓而良 其實一季裏面的故事 就算以前有人說 戰了真 有戰爭 死了人 但是那個畫面 或者是他 那個視點出來 給你那個感覺 不是什麼戰爭 很厲害 第二季他說 我們被人老了去日本 當孤雷 我說有這樣的事嗎 很慘嗎 我不覺得 你現在才說 我不知道 你的感覺是 第一二季沒有延續性很明顯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一二季 其實 因為我都是跟雜數去追 我一看二季的時候 我發覺 我是不是看少了幾集 沒有 都是黑肉出來 然後找他 這單 連著的 所以這個故事 不是 你講黑肉 沒有人明白的 現在那個黑妖的故事 你不要理會了 不正明 故事裏面的走向就是 在一季裏面 它在解決什麼呢 日本可以叫做 在那個 國際環境裏面 告訴你 行了 現在就是我做事 你吃我吃 你們搞不了 最終它是用這件事 還有就是 他帶了羅莉 杜嘉 他們 一群人 去日本那邊 然後又回來 去他們 世界裡的故事 這一段的故事 其實 因為本身夠簡單 還有 很純粹就是一個冒險故事 奇幻冒險故事的旅程 只是一個城市去了另一個城市 感覺是不同的 但是 去二季那裡 感覺是會變差的原因 就是 一季我可以很簡單地當成是 這件 力險的 是的 的故事 但是 去到二季就不一樣 這件明顯的氣氛 是薄了很多 因為很多東西 所謂大環境 幾乎所有主角群都不能行動 而變成就是 大量的政治器碼 而那些政治器碼 我真的這麼說就是什麼呢 你只看到 只是一大群老殘 在那裡鬥老殘 而那個老殘的級別就是什麼呢 你是很難說服 尤其是帝國那邊 人家飛機大炮什麼都出齊 然後你告訴他 哈哈 我一定打得贏你的 你回想馬青時代 慈禧也是這麼說的 幾大聲搶船世界 我和八國烈軍打 一樣就沒有分別 那個不是慈禧講的 慈禧闊有開戰 那個是內閣大學士講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人意做甲咒 可以抵抗槍炮 所以其實這部分我不會質疑他 你原來他們的餘味程度 中世紀 或是這麼說 這套作品裡面 任何元素的東西都偷了 你老了一個人 你騷擾他 沒有什麼問題 很少的東西 你有一條很毛吹沒有爛 精神又正正常常 無論是被俘虜 或是被俘虜的人 你會覺得 其實它們好像沒有什麼所謂 搞了搞事情 可以 你一趟站在這口氣 你不要說 最黑暗裡面就是 王子俘虜了一些日本的國民 然後跟著女兒 就不被他性侵犯 你不要計算 一旦被捕捉了多少魂,起碼都兩三魂 你不覺得捕捉了之後,只是打去獲金就算了 你覺得那個感覺是,我現在看著一套 如果你跟我說這套是一套,是魔法四天王級的東西 沒所謂,我接受的這件事,因為他是魔法四天王 但是你這套作品裡面,我經常說什麼呢? 一開始也有個感覺就是,究竟他想說過什麼故事呢? 其實是想說過,日本的戰力差這麼大,沒有say的 然後你就知道,是國際輿論壓制著日本 我做都不能做得那麼出樣的,有些事情就說 所以就是暗地進行 在暗地進行裡面,怎樣暗地進行呢? 我又沒有說過 全部都是什麼呢? 我也是說,這套基本上是一套什麼呢? 宣揚日本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國家的故事 是偉大和和平 不是巨人合治衛隊的,差軍嗎? 為你捐血 尤其是去到Gage那邊,那些外交網 嘩,我覺得你們光明正大到,我難以想像 有些智慧隊,食宿好,運動設施好,娛樂設施多 又假期多,人工高 捉了你俘虜,我不用你要些什麼的 我給你一些俘虜,多和平 我又覺得他又不完全是好什麼的 他也有逐個逐個元老院的遠的遊說 我覺得又 那麼又沒有宣傳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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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我当然只是拍你好那一面 难道拍你这一面 里面又说失业似乎会做的 那些东西 实际上好像三国之十三 你想回看同贵铁血之孤儿 人家说谈判、谈谈、利益 是很深入的 但这里其实没有 你支持我 你支持我们支持日本 OK那你握手 就这样就完了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对等的利益观念 就是你和帝国的人来说 你给一粒珍珠他可能已经觉得很大力 你在中世纪来说你给这些东西 他真的变成全家之宝 但是你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譬如说他打一条龙 之后去另一边那个国家 就是那个无手无脚丹眼的阿伯 他是要石油用天然气 大家的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你说他是对等 其实真的有点传统帝国的感觉 不是那种现代和帝国 我是说古代中国或者欧洲去了非洲 去了南美洲 我比较不知什么 你已经觉得是很威大很厉害的东西 是那个级别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一个对等的交易可以做 或者I am 讲这一节 讲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帝国那边叫做什么呢 他觉得就是那些东西他用不着 你要那些不用不着的东西 我当然是OK的 就是那个对我现在 我根本运用不了这些资源 甚至我不当那些是资源来的 那个皇帝说得很聪明的 那位很有趣的 他问你我只是要地下的东西 然后他说地下有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然后皇帝也很聪明的 我要地下的东西给你 但除了可以做货币的东西 他只是想到做货币 他不会想到有石油 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些和谈交易 或者协议 是来得就是什么呢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懂事 我求求你给你问 你懂不懂事 现在不懂事就签了他 是根本上是那个级别来的 其实我觉得是 就算你好像去到最多东西想的平拿公主 说的 就是说 究竟 他 一份这么笨的条约有什么阴谋呢 他接着就被一个 和海可亲的笑容笑一笑 他接着就说 好啊 不是同仁致吗 所以你说 在这一方面 在这一套作品里面 是什么你都看不到 或者拿不到的 需求的东西 他这套东西里面 不会展现给你看 OK 这套东西就是说 对很多人来说 哦 那看女吧 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看女吧 那是好看漫画很多的 我不会否认的 故事里面 其实根本上就是 这宗身边周围的 一边 对了 他几乎全种族 就来全种族制霸了 真的 老实说 我没有看过原作故事 但我不知道他最后 是不是全种族制霸 里面 其实你看到 基本上 其实女国 是为了 present 故事 每一个种族 拿一个代表来 放在这单身边 自然就是 那个种族 和那个种族有关的情报 就会在这单的视角里面出现 那个叫IS 八卦联军 我知道 不是 以前船长之物都是这样的 第一季 第二季 这个我觉得他好 过做铁血之孤儿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个阿多拉有什么用 就是那个耕田 那个火星庵 这些是奇幻作品的特性 在主角身边的人 你必定是奇能异士 你不是奇能异士都好 麻烦你身份显跪 那是对的 这样是一个方便的位置 让主角可以加入各国很重大的事件里面 而且就是他 去拿一些情报的时候 不需要再费一些周章 总要说 这个公主啊 你是什么什么智者啊 ok的 我知道了所有东西了 我不是说 你不知道的 那我花两三集去华一找 还不包找到 除非就是说 你整班人都在一个 情报面质里面 因为 因为伊丹作为那个位置 他基本上 前线里面的情报 他基本上 一定是知道了 他是不知道 所谓高层的战略 但大家知道 上面的高层是没有战略的 高层是没有战略 所以这件事里面 在伊丹的视觉里面 几乎他是全知的 不是没有战略 是没有佬 怎么这么说 也不是的 也有的 但是高层他都懂加纳 还有里面就是 令伊丹有很多 所谓叫做什么 很多的荣誉 总之他什么技能都有提 是组长的 对 对 对 很奇怪 另一部分就是 所谓的智慧队 他当然是 我都说 他根本上是一套广告 就是这个人可以 无视所有的东西 我去做就做 没问题的 不会有事的 有事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因为你立了工 就cover这个过错之后 都还有宅 那你升職啦 出动的时候 小谷说不行 不要在感作上的命令 你去吧 我看不到 我会无限把你 那他明明做什么 某种事实上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原作 原作应该有很多政治起码成分 他有考虑到的 但是至少在动画里 被我看到的是什么 那些所谓的限制 或者是过程影响 全部都没事的 总之 混女儿大了 其实他没有混女儿 我觉得他的女儿 混女儿是他身边的人 好不好 玩不到 可能给你女儿问 在我大体上都是给你女儿是她 在宣传一个理想 不是 是一个自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穿得很free 自由 美好 光明 э 類似 router 當你成為治療隊後 人工又高了 社交圈子又闊了 最後你做甚麼 你不用追的 女兒會追你的 大家明白 所以你這樣想就明白了 當然 他的後面前代其實是 你醒醒吧 這個世界沒有異世界 基本上 基本上 所有在二季裏面 成為了一對 或者是溝到的 全部都是異世界的女性 剛才我的潛台詞是甚麼呢 沒有啊 沒錯啊 你是可以給女兒溝 給異世界的女兒溝 不過異世界的女兒怎樣來 我怎知道 所以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 你說這些所謂叫大橋位 我只可以說 輕輕大過 我最不喜歡的那些就是死 其實這套東西裏面的死 有人死過嗎 有 銀鎖血血死了很多人 那些沒名沒樣的 都是死了 應該這樣說就是 所有一切的死亡的東西 當然 沒錯 和IAM所說的一樣 無名無姓的 全部死的都是 EVEN就算甚麼 你見到就是 就算第二季裏面 打條黑龍 暗精靈那些死了差不多 死了是甚麼 死... 那些...不懂得按鍵的 不是啊 最大問題是死了之後 暗精靈那條女兒 沒有跟你去旅行 他完全不會說他抓人感到悲傷 那時才恐怖啊 現在是甚麼事啊 暗精靈陰給你關掉帖子嗎 回去看看吧 那個異世界裏面的殘酷 我們見不到 戰爭裏面的殘酷 我們也見不到 政治裏面的黑暗殘酷 我們也見不到 真的好奇幻喔 老實說 他已經打得很開心喔 很爽喔 去旅行喔 好 真的好奇幻喔 我覺得奇幻到你已經不是科幻了 你已經不是 那不是啊 我覺得這套東西其實 最大的問題 可以說跟阿樹先生講的一樣 就是 你不會在他的細框裡面會穿到大框 因為他是沒有大框的 譬如說 見到我打炎龍 打炎龍之後 後面打完炎龍之後可以幫到甚麼呢 其實你不是很知道有甚麼用的 有的 收到暗精靈的女兒也是 但是收完暗精靈 你當收完暗精靈 除了多了一個人之外 你不怪有甚麼用的 你說去那個國家那裡視察 我石油這樣 但之前其實沒有甚麼特別講過 那些東西其實是 他因為要去這個故事 然後那些東西就出現了 你不會從他在 develop 現在 這單這個人的行動 和國際局勢有甚麼很直接的關係 其實就是之後 這單帶著女兒去拿那個博士 那裡又是無緣無故插出一條劇情 我覺得那裡根本上肯定是 因為原作在這個時段位裏面有這件事 但他們之前根本上沒有去做這個細節 開這個細節 所以那裡是甚麼 你突然說 為何突然要去那裡拿博士學位 對呀 很奇怪的 如果你有看漫畫 你會發覺的 漫畫那個位是現在才做的 是打完條龍之後才做的 過了一排之後才做的 就不會在那個位置插 這裏那個時序 你會覺得很多東西很奇怪 還有那些人的出現 真的是閃身來的 過往都沒有閃身閃得那麼厲害 過往都要開車 不會啊 不是有限的 那就是我們趕快去 我們趕快去下 然後趕快去 還有一部的事情 我也有提到的 很想看的原因 是因為很簡單 它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一本道 打古代人 兵器都玩完了 日本那邊打完 然後又來了個阿神 然後阿神說我不是死的 你只要在主角裙上的那一群人一定會贏 你看他們怎樣弱殺 最重要的劇情其實是帝國的廷拿的父親,國王,其實是老謀心算的 哥哥呢? 哥哥擺明是一個祭品,但他還不出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給我的感覺,如果那個故事的去法就是,其實國王根本上就是推王子去死,因為他知道這傢伙是廢物 合理的 他只要推了這傢伙去死,就說不關我的事,我兒子做事而已,你逮捕我了,我都被人殺害,我也是受害者 那個戲碼,其實你看到國王最後那些奸說,我覺得整件事是計劃通的 沒有,那件事大概沒有 我想是這樣想,但我不敢肯定這件事 動畫你看不到,很明顯地是有的 因為動畫裡面所有人的政治 但這個說法是合理的 因為動畫裡面所有人的政治或決策戰略行動,你是在做什麼? 總之他做了這件事 而最聰明的跟著他其實,我叫他這樣說就是 你如果給我看到就是什麼呢?這個國王真是深色 他根本上直接推平拿出去,做繼承人這件事都是什麼 有什麼事,他揹飛,不關我的事 有什麼事,如果說出了事 然後說,我都覺得他不行 我沒有辦法,我復出 因為他說他是皇太女而已 他承認他臨時政府而已 其實最大的 authority 其實那個皇帝未死,最大的一定是他 總之他喜歡說他退後面,就說不關我的事 整個元老會的人其實都是皇帝那一代的人 還有有什麼事,兒子死了 那時候還有義王子在那裡,我不怕 義王子走的路 不,安排他走路 如果你和你說的陰謀論 他不是安排的,他自己有別的事 不過這套裡面沒有說 如果你要說的,他到底是不是三個字裡面的留意 其實他是為了避了這個留票死後被人追殺 然後是被他父親追殺 老實說就是二季裡面 根本最重要就是皇室那裡究竟怎樣 怎樣自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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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在那個勢力平衡上拿回優勢 或者拿回主動,不要說拿回優勢 對,拿回主導權 拿回主導權的方法就是因為有個老殘的皇子 不停在那裡挑釁技一八 然後不停去挑釁人 然後又覺得自己打得贏,不停輸也覺得自己打得贏 當然因為他身邊裡面 叫做最黑的那個套女族的族長 田莫赫兔 他去疏擺他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皇子明明 很有趣的 開頭是一個食狼帶 然後一下子進身成為一個差事 中間說 我少了那一部分 還要變成大老婆 還要是延聽計從 開頭是第一幕我們看到的套女作 被他虐待 他根本上是不當他什麼 搖身一邊過了一、兩集沒有任何劇情的安排 突然說你這樣做 我又覺得很有道理 不要問我 其實沒有解釋過 我現在看著我 我解釋給你 我從來沒有看著你 所以 這個案子裡面就是 這些位置是令到第二季不好看的原因 因為第二季他側重了在這個部分裡面 好看 他側重了在政治起碼 第二季的內亂 OK我不介意 可能是王子公招爭拳 但是他完全寫不出來 即是他又要做到什麼呢 尤其是平拿失勢之後 然後又失勢被人軟禁 軟禁到被人真的打到奴獄裡面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 我根本上他是想寫些什麼 很黑暗很殘忍的東西 但到了那個時候 他又做不到 可能有寫小說 但動畫都沒有做 飛光了 我不敢肯定這件事 因為我沒有看小說不知道 他有說蓋上門 然後在那裡叫 不知道在做什麼 最多我叫他唱到這樣 你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最奇怪的位置就是 平拿所有的這些位置 全部都在每一集的最尾 然後就完結 下一集就不會再說 下一集結局就在那裡叫 不知道做什麼 你不知道發生過什麼 即是你去到就好像 日本那裡 最頂的那裡 大家都是叫做 第二季裡面 最留意的一個部分就是 管員 外交官 被羅里空的人 開頭就說 我過來打工 我過來 羅里黏著你之後 你怪我了 然後他黏著你 他都想說 不行的 這件事真的 不行的 在外國 可能在帝國 這是合法的 沒事的 在他的國家不合法 那個問題就是 基本上 管員根本對他沒有所謂感情的東西 對他來說 他過來就是 為了處理好 帝國和日本之間的條約 然後 然後 又是突然之間 你在一個 叫做 站在一個政治的立場裡 之後 下定決心 然後 不停有女兒 受到摧殘 然後 然後就答出你一句話 其實 他是我的 差不多意思了 OK 不是 他會真的差不多這麼說 這個案子裡面 你會覺得 這套 如果你好像說 突然間很易血 那樣的 很奇幻故事 就是 我拋開一切 勇者式的 勇者式的宣言 他也是勇者來的 異國裡面 令我覺得不好看 他一個最大的因素 就是這件事 你就是政治到盡 他 政治裡面 所受的犧牲品 那些人 你真的沒辦法 老實說 你就是為了見識 這件事 其實也是影響不到很多角色的問題 這套本身的角色是很多的 最大故事也是說 我們 叫做觀眾會經常看到的 就是這件事 在議櫃裡面 這件事裡面 幾乎是沒有差 沒有影響的 他不知道去做什麼 都是打了博士 打了博士 然後 然後 最後 其實 本身你這麼群像劇式的拍法 每一個角色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氣氛 而那些氣氛 正正因為第一季裡面 讓我們看到就是 以這單為一個重心 我們所有的 基本上 除了以這單 視覺 要近一點點的角色之外 其餘的人 其實我們的認知是很少的 但二季裡面偏偏偏就是 這一堆 叫做二線 甚至二線以外的一些人 再去進入 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純粹知道 有這個人 然後 他又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對這個人的認知 亦都不了解 亦都不是在一個國際視野環境 即他現在的國際視野環境 去present這個人 就算有些present 接著就是什麼呢 一個就說 不行 今集我是主角 二線又出來 那我當然要出來做些事情 但問題 你都會說 那個時代 那個時間點 其實那個主角不是他 其實他可以出場 二線是 你的習冬動心寫回其他人 所以你說這就是為什麼國際視野環境 無論你說 好像剛才我們總的那樣 帝國那邊 寫一些政治的戲碼 不夠黑 日本那邊 他寫不到那個官僚的僵硬法 你可以就算管員是其中一個最佳例子 就是什麼 他不是不想救 你看到他人性那邊 他是很想救他有女兒 有女兒吃 為什麼不吃 有女兒吃不吃 罪大我極 但是在他世道上 即甚至法律上 他是不可能去救他 他是有心無力 最後一刻就有心有力 當然 最重要是救完之後 日本說 OK 這個不是問題 我吃進去幫你 那你們有什麼原因 即是如果你一早做了這樣 前面那段所謂的緊張劇情 你還給我 大哥那個緊張感 即是你 你真的是欺詐來的 不是啊 很多問題都是 開始說不行 不能這樣做 我們有規矩不能做 然後到主角或者某個人 做完這件事之後 發規了 沒事的不是問題 我們已經解決了 剛才有說 一開始說 一套自衛隊的宣傳片 就是他把所有美好的東西 無限放大 所有黑暗的東西 無限縮小 一陣子 自衛隊 全世界軍隊 你犯了規矩 上頭規矩 一定出事的 不會這麼想說 沒事 輕輕帶過 然後什麼事都沒有 這個好奇 我覺得就算美化也沒發過 因為那個問題是 什麼 這套是 想升官 想穩定 自衛隊 想追求女 自衛隊 想追求女 自衛隊 這是一個美好的宣傳片 這套是一套 想開心地打獎 自衛隊 我明白 我們對一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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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帝國軍也好 沒有問題 我明白的 你現實在西方的軍事表現 當主角可能一定會有些 特殊需要 他不聽從命令下命令 他自己一個單瘋 或者單槓 OK 他犯了規矩 回來可能會受罰 或者故事結束 已經不做這件事 都可以的 總之有這件事發生過 但這套東西沒有 就是 而這套東西裡面 我不知道是 因為他講不完 不好意思的就是 我們沒有看過原作 不知道原作裡面的 腳本分不是那個 但以動畫來講 這些位置 無論就算是 去到第二季尾 突然之間 都說 我結婚了 我還搞了 告訴你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們沒有做過 他有做過 你沒有看過 你看不到 沒有16.5 就是 那個案子 如果你想到 不是 我給錢 你快做 是我看到那一集 你做了 那個問題在於 什麼呢 如果 那個位置 因為 在時間點上 他宣佈說他有了 到說他是他一對 是 一兩日的事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 我真的很懦悉 呂提示小姐 你真是 有了你 你真是 你記住 上幾集 他才救不到公主平 他才在 喊又叫又 很傷心 轉角落 那幾天跟別人有了 這個厲害 他不是那天搞他 那天有了 誰那麼快 他不是這種 案子 你應該問他 有沒有去過日本的醫院 做過消聖波 做過餐 拿過嚴苑板 你應該說這個 可能是富田友 他準備好了 其實 anyway 劇情 一細緻去想看 你最知道 很多位置是穿的 穿到那個地步 我不是說劇情穿 是說角色行動的邏輯穿了 即是個老穿洞 不是他的老穿洞 而是寫那個 變成好像 我不知道是寫那個人 還是編排 動畫版那個人 突然穿了洞 突然間 很多的角色 今集就像是一個宣傳點片 說做了智慧 他就走 多有好處 他都鋪了 所謂第三季的復線 古田的廚師 跟了王子撤退 繼續做臥底 其他角色 都有些後著的位置 我好像鋪了 當然不一定有第三季 但他鋪了 他可以繼續做第三季 看下去是甚麼 究竟他是不是之後才越來越形重 還是甚麼 我不清楚 但至少二季 看到的是甚麼 他有些話 我覺得是真的可以做到很精彩 其實是可以 寫不到 整個帝國那個 你改朝換代 你日本來到之後 直接令到他們 只是單單自衛隊 來到就能夠令你改朝換代 還有他有說到其他 那自衛隊來了就夠了 軍隊 他有說到其他國家 帝國是比較大 和最大一個 只是說了拿石油那個 其實他還未探索 整個地圖 即是十集藍絲 十集藍絲 你是去日本 在日本 不是日本 他如果我用幾個字 就是平鋪直墜 他真的平鋪直墜 就是告訴你 你好像讀一本就是甚麼 輕輕鬆縮學歷史 那種的書籍 總之就是 輕輕鬆學歷史 帝國 一九幾年 帝國就不知道 王子發動叛變 然後叛變之後 歧騎士團守衛著 什麼什麼什麼 水上攻 然後什麼什麼攻 死守了兩天 然後就 募陷了 不是攻陷了 然後就 門軍就抵達了 然後中間裡面的細節位 全部都避免了 其實究竟有哪個結婚 我知道 羅莉可以定婚 震哪個羅莉 不是 找幼女那個 對 差個字 你說其他的人 好像我們剛才沒有說過 一季裡面很著重的 就是道家 其中一個就是道家 由到二季就走出她的心理陰影 就是考國士那位少女 就是魔法少女 其實她又是有些事情沒有說到 因為她也是 其實說得四個女國裡面 就是算上黑妖 暗精靈 暗精靈和精靈兩個 其實說得最多是道家和羅莉 羅莉很像愛神 羅莉 她提出了她 為何跟著伊丹他們 也為何幫助她 因為這邊有趣 當然說她再提出 就是她自己 之後她自己個人 她想做些什麼 那道家就完全就是 叫做走 放下了她爸爸的死 到現在她 基本上就是 已經是限國 然後已經是 故事完了 她兩個裡面 其實伊丹身邊的女國 其實已經提出了 沒有什麼隱藏的懸念 就算 如果現在看劇情的話 如果將來會做些女國劇情 除了《半神》之外 劇情可能和主線會有關 其實其他兩個 沒有所謂 其實她就主線 肯定不會拉下關係 一定 這樣說 我真的聽一些我自己看 有看完就和看漫畫的人 那些人都說 你看完就和漫畫算 她說 那個感覺是好一點的 她說的確是 好一點 至少她有充分的文字描述 尤其是在一些 帝國質方面的一些情報 因為這裏她真的 時間太短了 她根本不能夠分辨 這個我覺得她第二季 第一季不算太失敗 第二季致命失敗的原因是 突然之間 將整個故事分了太多條線 而每一個 而這套東西 不是強於角色 由角色的特色 或角色的性格去帶領故事 是由所謂大環境去帶動角色的行動 因為香港第一季 即使她有政治戲碼 但她可以 skip不下去 因為不會影響你對於主線的理解 因為那邊的勢力 沒有那麼干涉到她 因為這也仍然可以有 獨立行動的自由權利 但她只要將在外 我告訴你現在死了 但這裏不讓她 那裏不做得 已經和那邊締結了關係 那時候就不再不是一個所謂英雄 尤其是你仍然是一個 正在打日本政府的二倫六位 不可以說是英不英雄 我應該說是戰時狀態和港和狀態 我應該說是戰時狀態和港和狀態 二季的失敗 我覺得是來自於這裏的描寫平面 還有就是過多 她基本上不夠時間 我覺得是 這一套對我來說就沒什麼特別 我也深信幾位朋友說的 我想都是看回原作 可能會好少少的感覺 好少少的 她是一些平穩型的作品 她不會突然之間爆熱的 這類型的作品 因為你本身不是靠角色 現在所謂爆紅的作品 通常都是靠角色去牽動你 即使這套作品多垃圾都好 沒有了 有角色就有說的 但你這套裏面有什麼角色可以說的呢 沒有的 我說自衛隊是宣傳片來的 講過人物而已 即使你說四大女角裏面 即使那幾位女角 都不是在角色特性上可以 只有蘿莉 只有蘿莉 蘿莉加仲田 沒有的 其他想不到 你怎麼能數得蘿莉呢 你現在出現了 只有蘿莉的 市場的反應外面 不是她好 是只有她可以做 市場反應外面 都是不夠戰鬥力 戰鬥力不足 所以你看到沒有太多人提及 也沒有太多人有什麼特別的反響 有什麼很平淡的 就經過了兩個故事之後 有沒有第三季不知道 有 自衛隊宣傳片 其實那些賣相值都OK的 老實說 平均 可以的 平均 你看到制衛隊 有很多自衛隊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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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自衛隊很多錢放進去 所以是第三季 這樣不清楚 政府知道 有些是挺有趣的 譬如說 那些航空議員 那些開飛機 說很開心 為什麼沒有美軍的天空 實在太好了 自由飛翔 很有沖繩味 那些就 嚴重一點 那這一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